台湾国际报 The Taiwan Times制作播出 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节目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 我是佳一 网上带你来关心 今天6月21号的国际新闻重点 今天的新闻内容有 泰国大马合法化 但校园依旧禁止 日本同日族群向法院争取同婚的权利 以及世界宜居城市排行说炉 大家可以猜猜看 台湾排行第几名呢 那如果您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时事 就请继续收听下去吧 首先新闻带您关心泰国的消息 从今年的6月9号开始 泰国正式成为了东南亚 第一个大马合法化的国家 民众可以自由种植大马不受管束 但为了防止青少年滥用 泰国政府在16号发布了一则声明 内容提到 未来校园内不可以出现大马 像是不能贩卖含有大马成分的食品 以及饮料 还有规定学校需要开售专门的课程 来教导学生以及社区居民 如何正确使用大马 另外大马如果要用在医疗上 必须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虽然泰国已经正式将大马合法化了 但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存在 比方说政府规定 不能将大马视为娱乐用途 只能供私人还有医疗使用 以及如果要贩售大马以及它的周边商品 例如化妆品保养品等 事先也要先申请许可证 来降低民众过度使用危害健康的风险 那看完了泰国的新闻 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台湾也有推行大马合法化的相关运动哦 比方说今年的4月1号 民间团体组织绿色浪潮就举行了第一届的大马祭 目的是要说服政府放宽国内对大马的管制 但对目前的台湾来说 大马仍然属于二级毒品 在法律上有严格的控管 下着新闻带您关心政治的消息 立陶宛外交部在今天表示 他们对在进出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旅客 还有货物的限制 都是依据欧盟所实施的制裁规定进行 并非如同俄罗斯所说的 他们完全禁止所有的货物运输 加里宁格勒临近波罗的海 位于立陶宛以及波兰之间 因为没有跟俄罗斯的土地连接 所以货物的运行都需经过立陶宛的铁道 但如今俄罗斯却抗议 立陶宛实施的禁令已危害到他们经济 对此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利亚波空表示 从今年6月18号开始 政府就禁止俄罗斯途径国内 但是未被纳入制裁的货品还有旅客 依然可以正常经铁路往来加里宁格勒州 以及其他俄罗斯地区 并且强调 这是欧盟第四波对俄罗斯生效的制裁政策 并非立陶宛单方面或额外采取的手段 根据俄罗斯统计 在加里宁格勒跟俄国其他地区往来的货物 有50%遭到欧盟管制 其中将近80%的铁以及铁制品 都需经过这条铁路系统 因此要求立陶宛立即取消这个禁令 否则将会做出报复行动 以捍卫国家的利益 下着新闻带您关心政策的消息 2019年5月17号 台湾正式立法 同志伴侣可向护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 而在日本 法律依旧是禁止同性结婚 因此造成同志族群们的不满 并且上诉到高等法院 盼能争取到属于他们的权益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导 住在京都府、香川县等地的三对同志伴侣认为 禁止同婚是违反宪法 因此要求政府赔偿 同时也告上大阪的地方法院 而昨天判决结果出来了 法院认为禁止同婚没有违宪 所以撤回了这则告诉 还驳回了100万日元的赔偿金 根据审判长图景文美的说法 他表示 日本宪法第24条明确规定 婚姻自由的定义为 一名男性跟一名女性结婚 并不包含同性 且根据宪法14条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 异性婚姻的目的是基于 要保障男女生儿育女所制定的法规 因此对于同性关系该如何给予保障 是得持续讨论的议题 而在日本 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 有许多同志伴侣都曾经向法院提出控诉 希望能取得与异性恋平等的婚姻权利 在民意调查中 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表示支持同性婚姻 期待在未来 日本能走向一个更开放 更包容多元的平权社会 下载新闻带您关心经济的消息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上周以维修作为借口 宣布要大幅减少对欧洲天然气的供给 因此欧洲各国为了确保能源的稳定 也纷纷制定因应的措施 来应对俄国所操控的政治手段 德国经济部19号发布一则声明表示 今年夏天的高温导致全国的用电量大增 因此为了减少消耗发电的天然气 会多利用燃煤发电厂来发电 而到目前为止 因为和挪威以及荷兰等国签订液化天然气合约 所以德国首都柏林 已经有明显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除了德国 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意大利和匈牙利 也纷纷推出相关的应对政策 在俄国宣布减少天然气供给后 意大利的能源大厂爱尼集团19号就加入卡达能源公司 在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增量计划 根据法新社报导 卡达公司在未来还会召集更多的合作伙伴 来扩大这个能源计划的影响力 而匈牙利政府则是指出 俄罗斯已经承诺会继续运输天然气至国内 因为俄国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 他们会履行与匈牙利的合作义务 最后一则新闻带您关心一个排行榜 最新一期的英国杂志Monaco 公布年度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 台北名列第十 其中提到台北市的生活品质优良 成本也相对低 并且称台北为隐秘的亚洲瑰宝 Monaco每年都会公布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评比 今年有25个城市入选 台北排名第十 其五名分别是瑞典斯德哥尔摩 日本东京 奥地利维也纳 澳洲雪梨 以及第一名加拿大的温哥华 其中在杂志有提到台北入榜的原因 像是台北市的犯罪率低且拥有世界顶尖的医疗系统 同时城市内还有许多适合散步的街道 艺文展示中心以及景色优美的户外景点 另外台北的生活成本也相对其他大城市来说便宜许多 平均一间单人套房的月租近是750欧元 大约台币23000块 而除了优点 其实杂志中也指出一些城市可以改善的地方 比方说台北的行人用路安全依旧还有进步的空间 以及银行金融系统也需进一步的更新 好让民众们能更方便的使用 最后虽然在这一份排行中呈现许多台北的优点 但毕竟这只是一份调查 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的情况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国际报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